大家好,将为您解读从零到零的书籍 副标题为阿曼西奥时尚王国 阿曼西奥,也许你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奇怪 这位神秘的西班牙人,号称从来不露面 自从2004年以来,他的名字就一直排在世界富豪榜的前列 甚至超越了比尔盖茨,成为了世界首富 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媒体都只找到了他年轻时的照片 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直到他63岁的时候,阿曼西奥才将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 后来为了稳定公司的股价,他还发了一张全家福 但是对于尹迪德这个由他一手创立起来的时尚王国 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尹迪德是服装品牌ZARA的母公司 旗下除了ZARA之外,还有9个品牌 根据福布斯排行榜,全球服装界排名前三的企业 包括奢侈品集团迪奥·尹迪德 耐克·尹迪德等品牌ZARA ZARA如此成功,其核心秘密是什么? 今天出版的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这正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阿曼西奥的生平 以及他打造尹迪德的过程 我曾经在商业杂志当过记者 特别理解遇到这样低调的企业家 采访和写作是多么困难 该书的两位作者,布兰科、萨尔加多,均为西班牙媒体 他们也知道 想要从阿曼西奥那里得到情报是不可能的 只能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了 这本书讲述的是那些跟随阿曼西奥征战天下的人 当然,在接受采访之前 他们必须先征得阿曼西奥的同意 关于阿曼西奥和扎拉的商业书籍 很多都是研究的 我之所以选择告诉你这本书 是因为它的内容是由阿曼肖亲自把关的 虽然他愿意把这些事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知道 下面我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大家一直想问的问题 阿曼西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是如何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时装帝国的 Zara品牌改变了时尚产业的规则和常识 它的核心秘密是什么 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件奇怪的事情 通常,大型服装公司的总部 不是靠近行业趋势的地方 比如像巴黎 米兰这样的世界时尚之都 要么就是距离原材料比较近的城市 要么就是选择纺织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但英迪德的总部却在阿尔泰修 位于西班牙的偏僻小镇 而且,英迪德的总部 自从1985年成立以来 不管规模有多大 总部就从来没有换过 曾经有人建议阿曼西奥将总部迁到其他地方 这样才能让他的生意更好 但是,阿曼西奥为什么不搬走呢? 因为总部大楼是用他的名字缩写命名的 所以自从大楼建成后 他就决定把它保留下来 在他看来 遵从本心比做生意更重要 事实上 阿曼西奥的个人决定对于英迪德来说是多么重要 想要真正了解Zorah成功的秘密 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阿娜西奥的基因 书中的名字隐藏着一种文字游戏 而林则是一片空白的起点 Zorah的首字母Z 也是西班牙语中最后一个字母 代表着事业进化的结束 毫不夸张地说 阿曼西奥从无到有 1936年 他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个贫苦家庭 当时西班牙平民家庭只供一个孩子上学 阿曼西奥家里有三个孩子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接触服装行业 阿曼西奥在服装业干了十多年 积累了不少基层的经验 比如送货 比如跟顾客聊天 还有缝制衣服 1963年 27岁的阿曼西奥在拉马哈一家高级服装店上班 很多炎帝创始人就是这家服装店的员工 那年 阿曼西奥开始了他的家庭事业 首先要做的 就是在服装界站稳脚跟 一开始 这家小作坊生产的是棉制婴儿摇篮 卖给商店 但是利润很低 阿曼西奥注意到 客人们总是盯着拉马哈橱窗里的女士家居服看 居家服是他们平时在家穿的休闲服 讲究的是舒适和方便 所以他们买了一套粉色的家居服 拆开来学习怎么做 根据这件居家服的饰样 他们画出了自己产品的质量 并把第一批产品缝制出来 女士家居服是Zara品牌的起点 Zara的第一家店主要销售女装 阿曼西奥靠着家居服 在服装界站稳了脚跟 我把整本书都翻了一遍 也没发现他有过什么奇遇 也没见过什么大新闻 在那之后的四十多年里 他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常识 做着和同行们一样的事情 但是 在这些基础的事情上 他总是会比别人更认真 更快 所以他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何凡老师在变数中 把这种成功模式称为苟且红利 也就是说 如果你比别人更努力一些 那么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淘汰掉无数的竞争对手 赢得属于自己的市场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秘密 但是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来说 这是最大的红利 刚开始创业时 阿曼西奥的成功之处 在于他能更快地反映顾客的需求 总是比别人想得更多 白天 阿曼西奥和叔叔 哥哥们在拉马哈做销售 收集市场信息 把消息带回家 妇女们根据这些消息 在车间里迅速缝制家居服 男人在上班的时候 把自己的居家服卖给商店 这些家居服卖得非常好 因为他们掌握了市场行情 卖的都是顾客想要的东西 自己设计 自己生产 还能快速交货 阿曼西奥也对居家服的设计 进行了改进 那时候的传统女士居家服 就像是两个袖子的布袋 阿曼西奥的家居服 在裁剪 设计 面料上都是顶级的 穿在身上 就像一件漂亮的外套 非常受女性欢迎 阿曼西奥也能发现 顾客没有表达出来的潜在需求 有设计的家居服务 一般都是对身材有要求的 很多身材丰满的女人穿不上 只能羡慕别人 所以 她又做了更大的 更大的 更大的 适合任何体型的人 这一举措直接促进了居家服的流行 在60年代中后期 许多当地妇女 穿着阿曼西奥的居家服上街 我们买衣服 除了看款式 看是否合身 还有就是价格 整个Zara产品的定位 和定价策略 简而言之 就是以大众能接受的价格 出售流行的中高档服装 这种想法 其实与阿曼西奥 童年时的经历有关 12岁那年 阿曼要跟妈妈去买东西 结果妈妈 什么都没买到 因为售货员 说她不能奢账买东西 那个时候 阿曼孝已经下定决心 以后再也不会 让母亲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在未来的产品设计中 她一直致力于 尽可能低的价格 女人买东西 都是全方位比较价格的 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家居服 都很便宜 质量也很差 阿曼西奥的家居服 质量要好很多 价格也要贵一些 也就是说 她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女人们都愿意买 但要做到这一点 靠的不是打亏本的价格战 而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才能迅速打击竞争对手 阿曼西奥的小作坊里 只有一百多平米 所有的机器 布料和工人 都挤在一个狭小的车间里 机器都是奢账买来的 根本打不起价格战 它的价格控制取决于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奇怪的价格规则 那就是不按成本定价 而是按预期销售来控制成本 这个设计非常合理 家庭作坊的产能有限 少量生产的话 库存压力不大 卖完了也不用担心 亏本卖掉 降价清仓所造成的损失 不会转嫁到商品的价格 从而使商品 以合理的价格出售 顾客买的物美价廉 觉得物有所值 不断购买 这样一来 阿曼西奥等人就能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形成良性循环 到目前为止 Zora采用了类似的定价规则 少量生产 价格适中 每一季开始的时候 它们只生产整个季节的四分之一的销量 它们的商店 一般都开在百货公司附近 但价格 却只是百货公司 同等质量商品的一半 这样的定价方式 让我想起了丰田汽车的管理工具 看板在普通生产线上 如果前一道工序速度过快 产品就会堆积起来 前面慢了 后面就得干 等着丰田用看板来解决 它们让后边的人 把需要的零件写在一个看板上 然后由前面的人 按照这个数量生产 丰田公司采用看板 使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 都能无缝衔接 不会有空位 也不会浪费 阿曼西奥的定价方式 就是将生产和销售结合在一起 你看 他把省下来的钱 都花在了降低居家服的价格上 那销量肯定会更好 如果当时 我们也去买阿曼西奥的家居服 它的衣服款式好 价格公道 我们就能及时满足它的需求 这也是Zorah今天给我们的印象 代表着市场潮流 价格公道 逛一圈总能买到想要的衣服 在阿曼西奥看来 他只是一个专注于创作的创作者 能够发现人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快速地卖给他们 阿曼西奥最初只负责生产 后来为了卖得更好 把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 开了一家分店 为了卖给不同的客户群体 他又陆续创立了几个品牌 采用了早期的模式和经验 并不急于扩张 英迪德成立于1985年 直到2001年上市后 才加快了海外门店的步伐 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设分店 此时 阿曼西奥的基因 已经牢牢地扎根在 这个服装巨头的身上 然而 在商业专家和纺织专家的眼中 英迪德公司的运作 充满了神秘的奇迹 比如 阿曼西奥 早在1975年 就带领公司 完成了从生产到销售的闭环 再比如英迪德速度 改变了世界时尚的常识 一件衣服 从设计到上架销售 厂商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 英迪德只需要15天的时间 由于资料太少 一直没有一个统一 合理的解释 主要是因为阿曼西奥太低调了 就连西班牙政要和王子们来参观他的公司 他都没有露面 在他公开照片之前 一些报纸甚至怀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难道阿曼西奥和英迪德的成功 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吗 不过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 从零开始 到ZARA 英迪德可以排进世界前三 阿曼西奥可以排进世界前三 主要是因为ZARA品牌在全球拥有3000多家门店 占据了总营收的65% 从服装业的角度来看 ZARA庞大的营业额是有点奇怪的 迪奥排在英迪德前面已经很明显了 奢侈品的单价很高 耐克是大众品牌 动辄上万 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不分职业 谁买运动鞋 与之相比 ZARA的主要消费群体是职业女性 我经常到ZARA去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 就会知道她的风格了 第一 时尚与奢侈品牌是同步的 但是她没有强大的设计基因 想要有强烈的设计感 必须要有大牌设计师的支持 多年以来 她一直饱受抄袭之苦 第二个特点就是价格便宜 大概在两三百块左右 不过瑞典的大品牌H&M 也是瞄准了这个群体 价格还便宜了一百块 为什么H&M在市场上的表现会更加成功 第三个特点就是面料 一般我买了很多ZARA的衣服 但是不太好穿 日本优衣库的性价比更高 为什么优衣库没有进入前三 也就是说 ZARA的核心秘密并不是低价设计和性价比 那到底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研究者们有一个主要的共识 那就是它的成功在于速度 这就像时尚界一样 速度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力 比如某部大热电影的女主角 穿着一条名牌迷彩裤 很多年轻人都想穿 ZARA只需要15天 就能把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上架 而她的竞争对手H&M想要做到这一点 也需要20天的时间 别小看这5天可以比别人早穿5天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钱我们必须花 ZARA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银迪德自建服装供应链 从策划、设计、生产到运输到销售 整个供应链都由银迪德自己掌控 一般服装厂要么将物流外包 要么将销售外包出去 只负责设计和生产 ZARA领先的5天 对他们来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护城河 在银迪德总部附近 一共有16个工厂 这些工厂之间通过隧道和铁路连接在一起 工厂里基本都是机器 生产效率非常高 比如切割台上的机器人 在接到设计师的指令之后 会把每一寸布料切成一厘米 不浪费一分钱 光是布料就能切割13万平方米 再比如衣服的折叠和打包 都是机器 一小时可以打包七八万件衣服 尹迪德也有自己的物流公司 从西班牙总部运来的衣物 可以用卡车在32小时内送到邻近国家 48小时内送往世界各地 当初阿曼西奥为了能住在总部大楼里 不惜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 也不愿意搬走 现在 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 它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供应链 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生产速度太快了 如果卖不出去 很容易造成库存 Zara每年设计了大约5万种新产品 要想把它们全部售出 又不造成库存积压 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阿曼西奥不能容忍库存 他经常说 不要把多余的库存全部卖掉 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亏 1975年 他们专门为德国的一家批发商客户 订购了一笔大订单 但客户取消了订单 阿曼西奥再也找不到别人来接手了 大量商品积压 导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随时可能倒闭 为了处理库存 阿曼西奥不得不开了一家店 这是Zara第一家店 此次危机让阿曼西奥 尝到了从生产到销售 无缝衔接的甜头 那怎么卖 一般的服装公司 都会搞促销 清仓大甩卖 阿曼西奥和其他人不同 他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如何生产出更好的衣服上 这就要求他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客户的需求 设计出一种 让顾客无法拒绝的设计 也就是说 Zara追求的并不是速度 而是精准 这也是Zara成功的秘诀 英迪德公司现任总经理伊斯拉曾说过 准确比速度更重要 对英迪德来说 对于个体来说 准确地发现客户的需求并不困难 刚开始时 阿曼西奥通过观察服装店 发现居家服的潜在市场 但是传统企业很难准确地发现客户的真实需求 现在的大公司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 已经能够搞清楚用户的画像了 但是英迪德成立于1985年 当时还没有这么多高科技的分析工具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总部地处偏僻 设计 制造 物流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同一个小镇 且不说准确不准确 光是想在街上看到这么多人 就很难了 那阿曼西奥是如何发现顾客需要的 尤尼德在全球拥有7000多家门店 员工超过10万 员工中有87%是在门店工作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阿曼西奥如何抓住Zara店的顾客需求 Zara以时尚为主 时装和生鲜产品一样 只有一季的保鲜期大约13周 所以 比对手早五天 就是一场生死之战 服装业每年都会推出春 秋两季的新品 换季的时候 其他的服装店一周内就会有新的产品上市 整个季节都是一样的 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 每季度第一周的上货 就是一个新产品的完结 而Zara的店铺则不同 他们每周都会有两次更新 每一季都会有新的产品上架 而Zara则是了解客户需求的一种方式 他们的理念非常简单 如果不把商品摆在顾客面前 怎么知道顾客想要什么 每周推出两次新产品 通过一些关键数据 可以了解顾客的喜好和喜好 所以当我们去Zara购物时 不管你是否买东西 他们都会提供关键数据 买衣服 你贡献销售数据 试了几件衣服啥也没买 你贡献的是试穿数据 一件衣服试穿了多少次 顾客是否感兴趣 Zara店也会收集每一家店的员工 每天早上和晚上 收集到的信息 然后反馈给总部 有了这些资料 Zara就能掌握客户的需求 到时候再增加生产还来得及 顾客喜欢的款式肯定要做得更多 但是Zara不会增加生产相同款式的服装 而是需要改进 例如 在2006年 有一件外套非常流行 Zara的设计团队很快推出了一系列的外套 这些外套剪裁相似 但是面料和图案却完全不同 女人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 就会买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布料 Zara还对顾客是穿过 但没有购买过的商品进行改进 所以随着季节的推移 普通品牌的新产品已经卖不出去了 而Zara的销量却越来越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 许多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的需求 而是追随流行趋势 营迪总部一共有700多名设计师 负责收集流行资讯 设计师之间没有明显的层级划分 当决定产品创意时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除了从顾客那里得到反馈之外 他们每年都会带着纸笔 去时装周收集时尚资讯 或者去工厂看看有没有新的布料 现在流行哪种面料 颜色 布料的成本 设计师们都得心里有数 说到这里 你也许想出去采封 然后再回来快速设计 这不就是抄袭别人的想法吗 当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有人说Zara的成长史 其实就是抄袭史 要知道 阿曼西奥第一次做家居服的时候 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把注意力 放在原创设计上 但看完了另一本关于Zara的书后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此成功后 我明白了为什么Zara的设计团队 并不注重原创 简单来说 Zara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原创 而是为了搭配 他们从设计的角度出发 为顾客提供解决方案 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换新 而是从更深层的需求出发 把衣柜里的旧衣服 和新衣服搭配起来 比如一件新衬衫的设计 不仅要考虑衬衫本身的设计 还要考虑衬衣 跟顾客衣柜里的裤子 和外套搭配的效果 你会发现 这家店不是卖衣服的地方 而是一个大衣柜 里面的衣服 都是按照流行趋势来搭配的 如果你去过Zara的几家店 就会发现里面的摆设大同小异 墙壁 桌子 衣架上都摆放着衣服 这不是为了偷懒 而是为了方便 墙上的大桌子和衣架 都是固定的组合 起到不同的作用 墙壁区域相当于展示 最新流行颜色和风格的时装发布会 大桌子上摆满了衣服 衣架 裤子等适合当地气候的商品 夏天则是轻薄的布料 冬天穿羽绒服 为了帮助顾客了解流行服饰 Zara还专门对店内商品的颜色 和花色进行了限定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 Zara产品的基本颜色 是黑白相间的 如果今年流行的颜色是绿色的 那你可以看到墙壁上的绿色 和基本颜色的商品 如果某一季的主题是狩猎 服装上只有爆纹图案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爆纹 和基本色的搭配 这些设计的目的 就是要让顾客们 看到当季的新衣服 该如何搭配衣柜里的旧衣服 这使我想起一位管理大师 克里斯坦森 他认为 想要了解用户 并不是为了了解用户本身 而是为了了解用户购买 该产品或服务的目的 最简单的例子是 用户没有买电钻 而是想在墙上打个洞 这个观点在Zara看来 并没有满足顾客 购买新衣服的需求 而是满足他们 为旧衣服买新伙伴的需求 至此 本书从无到有的精华内容 已经在这里了 解读完之后 我们才知道 阿曼西奥之所以 能在服装行业站稳脚跟 就是因为他比同乡更认真 更快地做出反应 很多人认为 Zara和英迪德的 成功归结于速度 但是这家服装巨头 并不追求速度 而是追求精准 通过每周两次上新 发现顾客真正的需求 再将顾客反馈 融入设计流程 从而增加顾客 愿意购买的产品 最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阿曼西奥少有的小道消息 书中解释说 作为石油大王 洛克菲勒的忠实追随者 阿曼西奥 曾经决定严格遵循 洛克菲勒的遗讯 报纸最好的曝光模式 就是刊登你的出生 结婚和死亡 在他看来 将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 这是英迪德集团 第一次年报中的牺牲 你看 他把洛克菲勒的话 当成了自己的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